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于美仁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心理学家来自香港 他也是当过港警的阿瑟 钟卓慧先生 欢迎你 还有第二位是精神科医师邓慧文邓医师 以及神经外科医师许达夫许医师 以及另外一位营养师宋明华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讲说越过死亡线 所以呢钟先生是有资格说的 因为他死过的 OK 可是我记得你死过的事情 已经出过书了不是吗 对 这讲的东西是不一样 这几年又死了 没有 还是死一次 又死过了 死一次就够了 死一次就够了 可是这个体会是很深刻的对不对 对 因为之前是讲疗愈的 但这个就是讲回到冰死的瞬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整个人生改变过去 所以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OK 好 那么另外呢 徐医师可能他的书是最近几年最畅销的书 对不对 你因为多活了十年嘛 十年 对 是不是 所以呢就第几本呢 第四本 目前有四本书 好不太累啊 这个厉害了 你有病死过吗 差一点点啊 我们是跟他不大意 跟钟先生不较远 我是个癌症 所以是慢慢脱了 他是一下子 就是那个坠肌的 这个感觉不太一样 了解了解 是拖慢慢拖到那个感觉很痛 是 时间到很长 是 所以问一下 徐医师你是在两 你说十年嘛 那现在2014嘛 所以是2003年 2003年开始 你自己是病毒呢 对啊 你发现的是什么 大肠 我是大肠之肠 还是第三期嘛 第三期嘛 那个时候是因为 解三期也算重症 解三期刚好 淋巴腺有轻换到的 差点变第四期了 开始疼了 开始在 已经跑到外面去了 扩散了 那你这里是病毒呢 一到第三期 你身体应该有一些异状了吧 有 有 那是大便流血 那是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2002年年底的 大便流血 那时候我很忙嘛 那大牌医生就是不管他 这痔疮嘛 痔疮算什么 小意思 小意思 我就 你那时候多大牌 那时候多大牌 大牌喔 很忙 走出有风 后面跟很多人 讲话就骂人 这是大牌嘛 护院长是不是 他是脑神经外科 那时候忙得要死 当时我觉得是流血算什么 是痔疮嘛 痔疮对我脑部算什么 那个小病嘛 拖到三个月了 到了年底 暑假快到了 2003年 2003年的 过年前嘛 利用这个过年前病年比较少 我就去开个刀就好了 那如果在看诊 开痔疮的刀 开痔疮的刀 我说很简单吧 我就找另外一个同事 我那个一般外科主任 我叫你帮我看一下 看完以后他没有跟我讲 他说这么多人不好意思讲 那我刚刚病人在找 我就回去看诊 打电话来了 他说你不是痔疮耶 你是痔疮很大 我听到以后对面有个病人在那边 我全身冒冷汗 脑筋一片空白 就对那个病人还以为他得了不治之症 我不晓得跟他讲什么话我就忘记了 有伦次了 你对那个病人说 哈 哈 对啊 那病人是说 你心里面不要急 我感觉我脸上已经变了 我真的冒冷汗了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一瞬间不晓得有什么形容 我就随随便慢慢把他打花掉了 随随便便把他打花掉 那个病人我怎么看 这很倒霉所以被他打花掉 打花掉我将来发呆 那时候通常人都不在 那是最后一个病人就打花掉 护士也走了我就将来发呆 那整个房间都暗了 我就在那边发呆 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真的是 那种感觉是已经到 死神在我面前等我了 本来还不及 这样搞一晚上都没有睡 到回到家里 不知道怎么开到家里去 搞不清楚了 回到家里整天都没有睡 一直在想什么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 我走出去好像吃过饭 马上一走 哇 那个摩托车一来了 啊 真是害我的 因为物件瘦气嘛 早餐店我还常去吃的 这个早上害我 不知道什么大糖烧到油 是啊 大糖烧到油 大糖烧到油 我就搞这个一定是害我的 我每天都紧张 绕一圈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回来 因为想说环境很多毒素 那毒素一直进来 那一定是会害我的 所以你在家瘫痕两天 两天在家里不是要想什么 你家人知道你已经 当然我叫家里来讲 你开玩一下怎么可能 你以前那么大白 一天到我骂我们 现在怎么在那里 我说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以前很爱骂人 那个压力太大 我们面对 一个很重大的手术 那个压力 我不是喜欢骂人的 是因为那个压力造成 我不得不紧张 你以为我们做工作 都没有压力吗 所以化解出去了 不是我本性 我现在很开朗 很开心 我本性是很爱开玩笑的 可是那个压力不可能开玩笑 不能在我面前 所以养成这个坏习惯 养成这种职业病 就造成你生病 所以那个得额病 我不能够接受 从天上掉下来 我不能接受 不然就怎么办 我就两天之内 我简直不晓得 什么样的人质 过了两天 大肠癌不是 你没有赶快一般人 一般人都是赶快去查 大肠癌的一些讯息 你不用你自己本身知道 对不对 可是我那化呆 那个已经不是医生了 那也是一个病死的人 不晓得什么 我不晓得明天要做什么 下午晚上要做什么 我慌掉了 两天之后 突然间我要冷静下来 这样下去没有不行 我刚碰到六日 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日我要上班 我怎么办 我要面对我的职业 为了我讲 我就冷静下来 开始想办法去问人家 开始问了 怎么办怎么办 那个不是我的专业 我是脑部 他是大长 有人跟我很开始提供意见 就开刀了 做能够照顾 然后讲一大堆很恐怖的事情 那个我们就是我以前碰过的事情 我就开始紧张了 或者还好有人跟我讲 你先放调还有机会 不用开刀 先放调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 你没先把它掛掉吗 大部分那个十年前 大部分所有医院都将你开刀 一开刀 一开刀就马上做能够照顾 能够照顾 我想起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 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 第一个病人就是 就是做能够照顾的病 那时候我还小 还年轻不晓得什么病 还有一个学生 看到一个在问诊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大病解出来 从肚子跑出来 哇 臭了钥匙 印象非常恶劣 他不是有个带子吗 那时候带子没有弄好 跑出来了 臭了钥匙在我面前 我那个印象非常恶劣 所以我那时候想到说 不是从肚子这边 肚子里面它有个洞在这里 我一辈子要是过这种日子吗 我就很难过 那时候又有问题 后来人家跟我说 现在晃疗在收 也许可以保留钢门 所以我就去 才好接受医院的晃疗 这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晃疗 我冷静下来 我那时候开始冷静 现在慢慢走 开始在思考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外科个性 我不会说这样偷偷偷 这样优异就一辈子不会 我再想办法 怎么办怎么办 你冷静下来 不是先想要去瑞士上班 尝尼峰12日游 然后或者是 我没有那么多 要去环游世界还是 那是王瑞德 说要丢人都要去搜尋 那时候开始想办法 冷静下来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你现在开始想办法了 想办法我就开始 一般放了 期间放了 我看到很多的书 很多提供资料给我看 看到尼峰山书的书 这个书蛮有道理的 什么气功 我就莫名其妙跑进去 莫名其妙要进去的 就你又让我学会静坐 很舒服 我突然间很乱的世界 我突然间很安静的世界 冷静下来 第一次冷静下来 把所有的活动压力 都把他丢光光 那个非常重要 那一时刻我坐下来 定下来 把所有的时间暂停了 冷静下来 那这个时间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发光张张 现在是冷静下来 然后开始全身放松 那时很舒服 松下来 我从来以前都过緊张的日子 现在突然要松下来 然后开始慢慢练平塞工 慢慢清晰地稳定 你这样害怕害怕多久 大概真的害怕是两天而已 以后开始想办法 我就不再害怕 腦筋一片空白那两天 那是两天是最恐怖的 那两天 那两天都在想死吗 还是 那我不晓得什么死 我不晓得干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了 完全是 那时候人家 我完全听不懂 别人讲话我也听不懂 我也想到什么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经历什么愤怒啊 接受啊 谈判啊 那种癌症 那两天是我最混乱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愤怒 什么叫担心 什么叫恐怖 我就腦筋一片空白 不知道要怎么做 这个可以请邓医师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在遇到重大创伤的时候 都会有 先是愤怒 Why me 然后我要跟他谈判 那这些是shock 是震惊 像这样子 其实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那其实没有办法思考 是你所有本来 你以为的事情 通通都被震荡掉 都不见了 其实很多人 尤其是到某一个年纪的人 都有想说 如果有一天发现得什么病 我就要怎样怎样 可是那个都是 没有得病的时候想的 一旦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震荡掉 你本来的想法 因为那是真实 然后你所有本来在意的东西 的蓄位都乱了 那通常这样的时间过了之后 会开始 其实不同的人 还是有一点的差别 其实很多人会开始否认 例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就会觉得说 那个医生检体会不会拿错了 或者会不会他把我的报告 跟谁的报告搞出来 是他看错了 然后我要再去另外一家医院检查 或者说医生讲的不一样 或者说到底奇数 也许奇数没有那么严重 就开始有一些否认 可是等到事情都确定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 为什么是我 然后愤怒 或者觉得不公平 或者说今天会这样子 都是谁造成的 都是那家早餐店造成的 或是都是我家人 很长期让我生气造成的 那这个东西 在气过了发现事情 也不会改变了之后 其实会出现一种 很像是要去讨价还价 就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做放疗 也许不会像开刀 后遗症那么大 我可能不会丧失那么多 那或者是我如果去哪里治疗 会不会不一样 总而言之开始 血伤很多很多东西过去之后 可能最后要一个接受 跟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阶段 那最后你才会真正把这个 当成你发生的事情 然后开始又重新运作 你的思考 这样要经过多久 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的人 不是走完所有的阶段 有的人一直停在缝纫期 有的人一直停在愤怒 有的人是 从一开始他就整个瘫掉 完全都是让周围的人来处理 有人会这样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他听到那个事情 就害怕 怕死了 自己吓死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知道 比方癌症 还是身体上的二号之后 有些他这个病根本还 还有一段时间 他中间出现其他的意外 注意力不集中 其实这个蛮多的 对 因为我碰过一个邻居 他就得到社户腺癌 然后他说 末尔他现在划得不错了 他说其实我那时候就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一直想说我会死 一直想说我母会够够够够够 一直想说我儿子就要拿我的材料 一直想说怎么怎么怎么 他说其实是被自己怕吓死的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癌症的人 其实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心情 我不知道徐医师有没有 那徐医师做医生 为什么选择不接受西医的治疗 不接受开刀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关键 待会再继续来说好不好 来 先休息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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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